一 二 二 四 五 六 七 管不到八的也差不多了 去南通呢 沿城的转来大圈回来了 今天给大家拍个这个凉把网视频 今天拍的视频是淡网 这视频相当重要 淡网非常重要 刚才呢咱们就拿那个大网 刚才那网呢不到八米也差不多 大概七米五六七米六七这样 撒了一网是吧 很多朋友说这个撒法 什么凉把网撒不了大网 不管这刚才的撒的是一把半还是凉把网 反正呢 七米来高的网是没有问题的 绝对没有问题 那只要你把这技巧掌握好了以后呢 还是很容易的 现在还是离网哈 因为咱们一再强调说 离网截网很重要 离网的时候坠子一定不要不要叠在一起哈 这个右手手腕用力往往一撩啊 往一撩左手呢 一撩左手往上一抬 一撩左手一抬 这样子网坠子它自然朝向中间啊 这样子截网很容易 当然截网手法不微这是其中的一种 尤其你想撒大网的时候啊 你截网必须仔细 刚才那网 如果你剪不仔细的话 撒都没法撒啊 那现在呢把网离好了 现在开始截网 手呢平时我们刚学撒网的时候啊 大家共同反规一个问题都是 哎呀这手啊酸啊酸 酸的你可以略矮一点 胸口高度就行 然后呢大腿的高度开个蹲门 大腿高度开个蹲门啊 然后截网的时候啊 截网的时候呢 像新手学撒网 我建议呢是把旋面剪大一点 这样子网特别容易撒开 而且有助于以后呢撒大网啊 如果你就呢不想撒大网 就撒个四米高的小网玩一玩 那随便你撒 但是说从绝大多数情况来讲 还是把这网剪好旋面更好撒 剪的时候呢 膝盖高度以下在小腿高度开始剪 小腿高度的抓住网啊 这样子呢 一边眼睛看着坠子 不需要一根一根去数啊 一把把抓就行了 不需要一根根去数啊 把它那个最后呢拿起来三四个兜啊 这个手指在这边拿起来三四个兜捏住 然后呢把右手这个底缸放到虎口去啊 拿起来 记起来啊 盪网盪网有什么作用 我们说每做一件事情 你有它的目的啊 目的是什么 盪网就是把这个网啊 远离身体 然后呢把这个网惯性利用上啊 好发力 很多朋友说我撒网的时候 为什么这样 找不到那种发力的感觉呢 发力点在哪里呢 其实你盪网盪好以后 发力很容易啊 一定要把网盪起来 一要远离身体 第二呢要利用上惯性好发力 远离身体怎么说来看啊 网拿在手里边啊 往后这么一缩 往后缩的过程当中 往后缩看到没有 追逐往后摆 他得能因为惯性啊 他得摆回来 对吧 他得摆回来 然后呢我们再往前一推 往前一推 他又因为惯性呢 他又摆回来 那我刚才说这个两句话 说这两个要点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往往后缩 他要望回摆的时候啊 你还没他往后摆 你再往前推啊 他要往后摆的时候呢 看看来 先往后缩 他要往回摆的时候呢 还没找找摆 我就把他挨往前走 他又要往后摆 等他又想往后摆 又没找到摆的时候呢 我又把他带往后跑 这样子啊 用手带着往走 惯性自然好利用上 挡网可以挡得很高 很多朋友说呢 挡网挡不起来 挡网挡不起来 希望你力量用的不对 把这力量用上来以后 挡网很容易 包括大网都很容易挡起来 我从上面给你看一下 来 来 挡网挡面前啊 先往后一缩 往前一推啊 往后一摆 往左后放这边一摆 他堆子摆得很高 从这边来看一下 往后一缩 往前一推 往左后一摆 往后一缩 往前一推 往左后一摆 看到没有 这往倒的很高啊 倒的很高 所以说只要你这网 挡起来以后 行列捡好了 轻轻用手 往回一拉 这网就撒开了 我撒下给你看一下啊 往轻轻往前一推 往左一摆 往回一拉 非常轻松就撒开了 如果你要是撒大一点的网的话 把力气加大一点 这就是挡网的时候 这个方法 挡网 挡网 往后缩 他要往前摆 他惯性要往前摆 利用这个手腕 再用力把他往前推 因为挡性 他又要往后摆 在他没有摆的时候呢 手又带着他跑 这样子两次 借力一用啊 这网啊 就轻松的摆起来 包括刚才那个大网也是 我大网 当下来你看啊 看大网啊 看大网 站好啊 往后一缩 往前一推啊 往左一摆 往回拉 是吧 这个呢 就是说 网又重 必须要借助大的惯性啊 才能摆起来 当然不可能像小网摆那么高 但它的高度起来 一定程度以后呢 撒网好撒 如果这网锤在脚底下撒 也是很难撒 所以说大网 它非常重要啊 我今天呢 讲的特别多 希望大家能看明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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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